欢迎来到Mexi哥频道 现在目前我在制作影片的一个经纪 遇到有一个小问题 因为现在很大部分我的影片是用华文 我想改变一下 试一下用英文来制作 那表题是放英文 马上是试一下用英文 看一下效果会怎样 首先我是从那个 short开始啦 短视频开始 所以我已经准备了一点点 short视频啦 我只会中文啦 英文比较差 不是不会啦 比较差 所以我就copy这一个 看一下它的英文是 small hydroponic particular system testing 我觉得 我觉得 还可以啦 不是不可以啦 有位朋友他介绍 用这个dipel translator dipel translator 他说比较精准啦 然后它好处是在这个pdf document file powerpoint file 都可以帮你translate 这个可能会在下一个影片介绍啦 暂时目前先把我现在的问题解决一下 那现在我再测试一下看它出现是什么 small hydroponic vertical system testing 一样的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small hydroponic vertical system test 就好像有点怪 testing of small hydroponic vertical system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还可以 testing of testing of ok 然后也有朋友介绍 用有道来翻译 那我就试一下咯 small hydroponic vertical system test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啦 因为这一句和这一句一样的咯 虽然我英文不好 可是我还是觉得 这一句 testing of small hydroponic system virtical system testing of more hydroponic vertical system 会比较好 ok好 这样子我就直接选择这一个咯 英文不好是这样啦 有什么办法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不用出声的 ok好啦 show off show off 已经show off完了 谢谢大家观看订阅和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